美国总统拜登7月26日宣布 新冠长期症状可以被列为残疾 这意味着这部分患者可能可以获得相关的联邦保护和资源 在白宫庆祝美国残疾人法签署31周年的活动上 拜登称疲劳或者脑雾等挥之不去的新冠症状 有时会上升到残疾的水平 last-term effects of COVID-19 that doctors call long-COVID Many Americans who seemingly recover from the virus still face lingering challenges like breathing problems, brain fog, chronic pain or fatigue these conditions can sometimes rise to the level of a disability so we're bringing agencies together to make sure Americans with long COVID who have a disability 卫生部、司法部、教育部和劳工部发布了指导方针 帮助遭受长期新冠症状影响的个人享受联邦福利 不过这项指导方针明确表示 长期新冠并不自动成为一种残疾 卫生部的指南称 有必要对个体进行评估 以确定一个人长期新冠症状或者任何症状 是否严重限制了主要日常活动 该指南称 长期新冠患者有资格在工作或者学校获得合理的优待 以及与医疗和住房相关的社区资源 虽然大多数新冠感染者会在几周之内康复 但是有些人的症状挥之不去 这些长期症状包括关节疼痛 发烧 疲劳 腹势 甚至脱发等问题 对于长期新冠患者几乎没有治疗方式 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都表示 他们正在努力更好地了解新冠康复的阶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